他已經有二十六七年的經驗了 從年輕到現在都是在做釣藥場的工作 有雞肝跟蝦米還有漁場 那基本上我們提供的都是雞肝跟蝦米 今天已經釣了三個多小時了 有事就不來 沒事就來 對 沒事就來 整個池子就是今天來的這個池子 就是讓它一個恢復 按照釣蝦的客 釣客多少 我們在用網子撈起來放到釣前面的池子給客人釣 這樣子 大部分就是高手熟客釣的比較多啦 觀光客釣比較少 他們娛樂而已啦 至於蝦子跟魚會有什麼不一樣 因為蝦子是在底部活動的 那魚呢 有可能它的水深的關係 它會往上游 往下游 先去試探 它覺得安全了 它覺得安心了 釣蝦符標不要不要去動它 你越動它的話 越不知道蝦的訊號到了 當然不去動它 然後 沉下一幕以後才準備 沉兩幕再戳加 對阿倫 這次你也會想說 關於海澐 海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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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海澐